我和当朝太子有桩婚约 我家妹妹眼热 雇佣杀手来杀我 可她不知道 我一无所长 就是一个能打 那天我把杀手摁倒在地 好奇心发作 揭开了她的脸罩 然后我当场去找了妹妹 拍着胸脯告诉她 区区一个太子 给你了 没想到 太子不乐意了 我是尚书府嫡长女 京城中出了名的草包 琴棋书画 一个不会 诗词歌赋 样样不通 偏偏 我身上有一桩人人羡慕的好婚事 当朝太子龙张凤姿 英武无双 每每出门都是智国迎车 深受妙龄少女喜爱 而我自幼与太子夜成风订婚 未来的太子妃 正是不才区区在下 至于我这坨烂泥 为什么能玷污太子殿下这朵娇花 那就说来话长了 早年间皇后出行遭遇刺杀 生死一线 是我娘用自己的性命救了皇后 事后 皇后娘娘一盘算 我与太子正好年岁相仿 门第相当 也算相配 于是大手一挥 将她的好袋许给了我 以报救命真 那时我才五岁 被安排了无数的课程 只为了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太子妃 而我也在所有人的阴阴期盼中 长成了烂泥服不上墙的样子 这大概也是一种实力吧 可即便如此 皇后娘娘也对我呵护备志 三令武申警告太子 不许与我解除婚约 直到半年前 皇后娘娘先去 京中兴起了一股新风潮 那就是打赌 赌太子殿下何时 会向上书府提出退婚 可整整一年 太子府安然无声 背地里不知道 让多少人羡慕极度恨 咬碎了一口银牙 这其中也包括我的妹妹 我的妹妹与我不同 她是京城第一才女 每每被人提起都是赞不绝口 莫了扼腕叹息 多好的姑娘 可惜是树出出身 不过这点短板 很快也被我父亲补上了 母亲去世以后 父亲怕惹皇后不快 一直不曾续闲 皇后先去 父亲立刻解了劲 将自己最喜欢的世界抬成了七 而我的树妹 也成了正儿八经的嫡妹 同为尚书府嫡女 我的妹妹自然也是 有资格染指染指 金尊玉贵的太子殿下的 而我的父亲 显然也觉得比起我 我的妹妹更能光耀门眉 私底下给了我妹妹 更多的关注与支持 但我不在乎 甚至快要高兴疯了 毕竟 如果我爹像观众妹妹一样 关注我 我还怎么半夜 溜出府邸偷玩乐 不过我显然 低估了我妹妹的魄力 她竟然舍得花了一千金 雇用了天下第一杀手 娶我狗命 我妹妹考虑得很好 但她唯独漏算了一点 她太不了解我了 所以杀手刺杀我的第一天 我就知道了 那晚 我从青楼撕混回来 发现自己的被子 被捅了一刀 龙毛漏了一地 为了不被人发现 我半夜出门 我含泪自己 收拾了一夜的屋子 累得腰痛 第二天 杀手又来了 我天生神力 自小能打 有了准备 有心算无心之下 杀手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几招之内 就被我扣住手腕 嗯倒在地 放开我 杀手的声音宛如清澈的甘泉 滋润了一个凡夫俗女哭和的心田 我想了想 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台词 有本事你叫啊 你就算叫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杀手对我翻了白眼 我将刀抵在了杀手的脖梗上 问道 你叫什么 杀手顿时挣扎起来 非常不配合地反抗道 我是个有职业道德的杀手 你休想从我嘴里知道 是柳寒运故我杀你的 我沉默了 杀手也沉默了 半晌 杀手才委屈地说道 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我现在合理怀疑 我妹妹是被人骗了钱了 就你这点本事 就敢收一千两黄金 你觉得自己值 我为什么不敢收 是他指明要我接的 杀手的脸上莫名漫上红韵 他的声音变小了不少 听起来有点理亏 按他的要求 就是这个价 我 你在脸红些什么 出于好奇 我揭开了杀手的面罩 我得承认 我刚才的确太大声了一点 眼前的杀手少年 天生一张清纯无辜的脸 圆溜溜的大眼睛 充满了倔强与控诉 更显得扶风弱柳 楚楚可怜 明明是他来杀我的 却好像被我欺负了一样 这不得狠狠地欺负一下 我的心态在瞬息之间发生了变化 看着眼前柔弱的杀手少年 我扔掉了手中的匕首 转而拿起了绳子 将杀手少年绑起来 从床底下掏出一根鞭子威胁道 我问你话 你最好如实交代 免受皮肉之苦 少年不安地想要退后 却因为被我捏着手腕失败了 我问 乖 先说你叫什么 他侯姐滚动了一下 说道 我叫贤月 我点点头继续问道 谁派你来的 少年顿时瞪大了眼睛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我一正此言 我妹妹绝不可能做这种事 看来你是铁了心不说了 既然如此 我也只能比你点教训了 说完 我心安理得地将贤月吊在了房梁上 看着贤月的表情逐渐军裂 可爱哦 想 第二天一早 我就去找了柳寒韵 我故作恼怒 质问道 柳寒韵 你买凶杀人 柳寒韵截然不拒 那又怎样 你也不看看你什么样子 嫁到东宫也是被人算计的命 不如我先宰了你 听见柳寒韵承认 我顿时某一个熊抱搂住了柳寒韵 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你多买几次 我喜欢 一千斤 花得直 柳寒韵一把推开我 恼怒道 柳寒之 大早上的发什么疯 我在跟你争太子 你能不能认真点 我拍拍手 大方道 不就是太子吗 归你了 哦 柳寒之 你把我许给别人 问我答应了吗 我一转头 正看见太子殿下咬牙切齿地走了过来 我的大脑荡击了几秒钟 柳寒韵已经柔柔弱弱地上前给太子见了你 殿下 你不要怪姐姐 姐姐只是喜得家人 一时激动才这么口不择言的 殿下莫要生气 姐姐心里还是最喜欢殿下的 我大为震撼 柳寒韵你个死绿茶 你知不知道 我的九族其实也是你的九族 太子殿下看看柳寒韵 又看看我 故作不屑地问道 柳寒之 他说的可都是真的 我艰难地张了张嘴 你别听他瞎说 还没说完 就被太子猛然拔高的声音打断 他瞎说 太子高高扬起脖子 仿佛一只斗败了又强装骄傲的大公鸡 语气里掩饰不住的委屈 你的意思是你心里不是最喜欢我了 我 啊 你只听进去这句话了 什么情况 难不成太子喜欢我 他不是来退婚的吗 太子越说越生气 难怪你要把我推给别人 我倒要看看 你得了什么样的家人 连我们十几年的情谊都不顾了 说着大步向前 就要往我的房间走 天可怜见 我们十几年也没见过几次 哪里来的情谊 可看着太子的态度 我对自己的判断 又不自信起来 或许是他瞎呢 太子气得发红的眼眶 我决定先妥协 看就看吧 反正贤月是被吊在我屋里 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想到这 我又小小的庆幸了一下 幸好我是个变态 要不然今天就翻车了 看着太子气鼓鼓的背影 我赶忙快走两步 殿下 你走反了 我的房间在这边 看看我多么坦荡 在座的有谁 能怀疑如此落落大方的我 还有谁 我对自己的危机应对 感到骄傲极了 忍不住挑衅地看向柳寒韵 正好看见柳寒韵袖跑一抖 小手 钻拳从袖子里伸出 速度极快地 将一打瓜子皮 扔到墙边的角落里 下手稳准很 一看就是个惯犯 我顿时觉得呼吸一致 怪不得刚才一直听见 稀稀素素的声音 原来是有个不当人的家伙 在嗑瓜子 我的好妹妹 显然不打算放过我 她视死如归地 站到太子面前 大义凛然道 太子殿下 女子归房 殿下一个男子 怎可擅闯 若是传出去 姐姐可怎么做人啊 太子的手已经搭在了门上 文言又停住了 此处只有我们三人 你不说 我不说 他不说 没人会知道此事 我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该感动 太子居然 还会考虑我的明节 就是考虑的不太多 柳韩运用一种 奇怪的眼神 看着太子 他用招牌式的 柔弱嗓音 轻柔说道 但我肯定会说出去啊 太子殿下不会以为 我和姐姐感情很好吧 我 妹妹 我的九族 也是你的九族啊 太子走了 走之前还撂下一句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打开门看了一眼 贤月 还被好好的吊着 我反过来恼怒地 看着柳韩运 你在太子面前 胡说八道什么 柳韩运声音也不佳了 柳韩运 你自己金屋藏娇 差点被太子殿下 人赃并获 你该谢谢我 帮你躲过一劫才对 嗯 那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谁 我咬牙切齿 谢谢你啊 但我根本不怕 太子殿下看见 柳韩运很得意 我就是来挑事的 你怕不怕关我屁事 我告诉你 太子妃之位 只能是我的 我 我说了 可以把太子让给你啊 柳 韩 知 一道很怪的女子声音传来 我不认识 但我的直觉 却开始疯狂欲警 我往声音的来源看去 看见了一条罗裙 穿得乱七八糟 一把罗扇扮演面容的太子殿下 在我不算很长的人生中 我从未有一刻 像如今一样无助 此情此景之下 唯一能令我庆幸的就是 我不是一个人 我还有妹妹在旁边 我看向柳韩运 清晰地看见了 瞳孔地震的妹妹 以及妹妹眼睛里 瞳孔地震的我 韩之妹妹 我是小疯疯啊 我来找你玩了 太子殿下离我越来越近 而我已经贴在了房门上 退无可退 如果我是个贴纸就好了 我求助地给柳韩运递了个眼神 希望他能像刚才一样大发神威 把太子弄走 柳韩运领悟了 他上前半步微微躬身 姐姐既然有客人 那妹妹就不打扰了 告辞 说完柳韩运一溜烟小跑走了 甚至裙子半脚打了个 裂且都没能让他的脚步 稍慢半分 妹妹 我的妹妹啊 我的眼眶湿润了 太子殿下 哎呀讨厌 人家是小疯疯了 虽然嘴上这么说着 太子的手 却已经很坚定地搭上我的门框 哗啦 门开了 对于茶房这件事 我倒没有多紧张 毕竟贴约只是吊在我房里 很好狡辩 啊不 是解释 但是面对太子殿下的这幅 容易让人久足不保的尊容 我真的很紧张 小疯疯 你看 我昨天就是抓了刺客 看着眼前的场面 我突然就说不下去了 我 我 贴约不知道何时这么拖束缚 他没跑 反而脱了衣服 躺到了我床上 于是我们看到的场面就是这样的 一个面容清秀可人的少年床上 上身赤裸紧穿了一条泻裤 身上还有一道 一道明显的红色勒痕 衣服被随意地丢在地上 与麻绳缠绕在一处 少年面上还残留着疲倦 在我的床上放肆大睡 正睡得香甜 太子气笑了 连声音都不加了 这是什么 你抓了刺客吗 可恶 但他真的是我的刺客呀 不 殿下你听我解释 我都没睡过你的床 你让他睡 你心里果然不是最喜欢我了 臭女人 不不不 我当然最喜欢 我想说点好的哄一哄太子 床上贤月恰到好处地醒了 她睡眼微睁 还带着浓浓的鼻音 姐姐 她是谁呀 好丑 完了 我的九族可能要完了 但不得不说 贤月的这声姐姐 可真是苏导人心坎里了 太子暴怒 质问我 有寒之 你说 我丑不丑 我敢忙摇头 不丑不丑 太子殿下龙张奉姿 气质出众 说是折仙下凡也不为过 怎么会丑呢 太子这才神色稍计 我敢忙趁机去拉贤月 起来 你是我的俘虏 谁许你睡我床上的 然而我不说这话还好 一说 贤月委屈极了 都是姐姐不好 昨夜那般折腾月 亥月累惨了 我真想回到五秒钟前 给多嘴的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太子好不容易恢复了一些的脸色又变了 她对着贤月恶狠狠地道 哪里来的小人 竟敢勾引我的太子妃 我要诛你的九族 贤月一溜烟躲到我的身后 姐姐 你亲口说的 月儿已经是你的人了 她要诛月儿九族 便是要诛姐姐九族 她好生凶残 竟要诛姐姐九族 难怪不讨姐姐喜欢 我要疯了 我说的是 你是我的俘虏 这和你是我的人 那意思能一样吗 你们杀手没有九年义务教育吗 太子和贤月都没有给我狡辩 啊不 解释的机会 一人一句你来我往 绕着我你追我逃 不停地折磨我 太子 刘晗之 你说 我和他你更喜欢谁 贤月 姐姐 你就忍心看着他欺负月儿吗 我头大如抖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太子不是迫于皇后压力 才与我维持婚约的吗 贤月不是被我妹妹重金雇佣 前来刺杀我的吗 为了逃避眼下的恐怖场面 我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我左手拉住太子 右手摁住贤月 你们不要吵了 以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好好生活 不好吗 两个人齐齐一顿 同时翻了白眼 太子骂 贪得无厌 袖子一甩静止走了 贤月骂 负心薄性 一翻窗户也走了 我 啊 可恶 明明都是柳寒韵搞出来的事 凭什么都骂我 不行 我一定要找柳寒韵这个臭妹妹算账 我再一次去找柳寒韵的时候 柳寒韵躺在花园的摇衣里晒太阳 她的双眼一片空洞 宛如一条失去了梦想的咸鱼 说实话 我还是第一次在一项 积极上进的柳寒韵脸上 看到这个表情 搞得都有点不好意思骂她了 柳寒韵这一次 竟然主动和我打招呼 姐姐 我要和姐姐道歉 我今日才看出 太子和姐姐乃是天作之和 容不得旁人插足 以前是我不懂事 还望姐姐不要计较 日后千万不要再说 太子殿下给我的这种话了 腰瘦了 我的妹妹居然说出了这种话 我差点被柳寒韵绕晕 隔了一会才想起来我要说的话 那个杀手到底怎么回事 你到底顾她干了什么 咸悦啊 柳寒韵还是满脸空洞 我让她勾引你 在你和太子之间制造嫌隙 但我知道错了 姐姐 我现在很后悔 柳寒韵充满期待的看着我 姐姐 你能把那千金给我报销了吗 我真的攒了好久 我 图穷笔线啊 柳寒韵 故意装咸鱼 原来搁着等我呢 你故人刺杀我 怎么有脸找我要钱的 柳寒韵 你想都别想 你可以惦记我的命 但不能惦记我的钱 那些青楼的小宝贝们 还等着我拯救呢 可你早上还说 这一千金花的值 你很喜欢呢 如今她任务结束 很快就要走了 姐姐就一点都不想再见她一次吗 想到贤越可爱的面容 和令人心酥地叫姐姐的声音 我十分坚定地拒绝了柳寒韵 嗨嗨 那个一千金绝对不可能 便宜点 我给你报销五十两黄金 姐姐 再加点吧 八百两 不行 一百两 不能再多了 七百两 一百五十两 最后 我给了柳寒韵三百两银子 看着只剩薄薄一层的荷包 我陷入了沉思 可恶 我明明是去骂她的 怎么被她骗了钱 这个心机深沉的死绿茶 果然是我的一生之敌 我是惯爱喝酒的 今日却是长着大教训 真正知道了 什么叫酒色迷人眼 为了不迷眼 我决定戒酒 我向来坚定 所以今夜摸上青楼的时候 任凭弟弟们如何劝酒 也不曾喝一口 我喝了三大壶 我验足地回了家 钻回了我柔软的被窝 然后我一下子僵住了 被子里一双滚烫温热的身躯贴上我 不是贤月还能是谁 月儿给姐姐暖床 暖得如何 舒服吗 舒服是舒服 但这不是舒不舒服的问题 你为什么在我床上 贤月撒娇 姐姐 我都是你的人了 我打断 好好说话 不然把你丢出去 贤月 好吧 刘小姐 我咳了一声 道 你可以接着叫姐姐的 贤月从善如流 姐姐 我们夺命楼 因为经营不善 已经快要破产了 我只是想多赚些钱 好让楼里的兄弟姐妹 都能吃饱饭 我大为惊讶 刘涵韵不是花了一千两斤 贤月神色黯淡 说是千两斤 可这样的生意 若无朝中权贵牵线搭桥 我们根本接不到 这一千两斤 实际能到我手里的不过百两 我瞬间对贤月 升起了联系之情 忍不住帮他骂道 谁啊这么黑 抽九成 简直不给人活路 你告诉我 我帮你教训他 贤月神色复杂的 吐出了一个名字 柳宗盛 我愣了愣 随即笑道 好巧啊 此人竟然和我老爹重名 贤月 姐姐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人就是你老爹 我 等会儿 这个信息量有点大 我的CPU有点跟不上 我得捋一捋 我妹妹通过我爹 联系杀手组织派人杀我 我妹妹出千斤买凶杀人 我爹抽成了九百斤 只给了贤月一百斤 以我爹对我妹妹的宠爱程度 十有八九这钱 干脆就是我爹出的 先抛开我爹和我妹妹 买凶杀我这件事不提 我妹妹找我报销千斤 我喊给了他三百 合着柳寒韵雇杀手 自己一分钱没出 还倒赚了一笔 试问 谁才是这个故事里的大冤种 可恶 我好气呀 有仇不报非君子 我趁着夜色 打了柳寒韵闷棍 贤月留在了我府上 贤月说 难得雇主的要求 不是必须弄死 他能趁机抱上权贵的大腿 他愿意为我做事 换点银钱 供养楼里的弟弟妹妹们 他自小照顾兄弟姐妹 无论是杀人放火 还是铺床叠背都很擅长 我问贤月 为什么不找我妹妹 贤月很诚实 他说我妹妹看不上他 我当然要留下这样的人 才已被不时之虚了 万一我哪天 也要雇兄杀人呢 我和贤月直接交易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多棒 反正肯定不是因为 贤月闯暖的好 这段时间 我的日子过得很惬意 但却总有什么 在悄然间变得不一样了 柳寒韵这段时间 异常暴躁 每次看见他 他都在骂人 放弃太子之后 他改了路线 现在同时游走在 几位皇子之间 看得出来 他确实不想要太子了 但确实还想 抢我的太子妃之位 野心勃勃 很符合他的风格 可惜我妹妹失望了 剩下几个皇子 长得五花八门 从颜值上 就不如太子得体 哪怕是我讨厌柳寒韵 也发自内心的 觉得他们不配 自那日之后 太子特别喜欢 来府上跟贤月吵架 吵着吵着 他们吵出感情了 我开始倒霉了 两个人经常一起指责我 对我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太子不知 从哪得知了 我经常半夜 逛青楼的消息 居然收购了 我常去的那家青楼 并勒令他们 不许再接待我 而贤月则在边上 幸灾乐祸 就离谱 我招谁惹谁了 但看着两张 各有千秋的脸 我也实在生不起气来 没办法 我就是一个 这么有原则的人 三月初七 皇城出了一件大事 京东突然流言四起 说太子并非当今 生上血脉 流言传得有鼻子有眼 朝野上下 已是一斗丛生 就在这等关键时刻 太子叶成锋失踪了 我这个自小 与太子订婚的准太子妃 自然而然的受了波及 说实话 太子待我也算真心 他失踪了 我心里也是担心的 但关于此事 我确实毫无头绪 我只知道 肯定和柳寒韵 这个黑心绿茶有关 思来想去 我想了个好主意 我找来了贤月 出了五百两 让他刺杀太子 夺命楼 号称钱到人除 只要钱给到位 上皇权下 必落他们都能将人头奉上 贤月是夺命楼的第一杀手 这种事是他的专业 他去杀人 这不就找到人了吗 不知道为什么 贤月看我的眼神有点复杂 他沉吟开口 姐姐 我与太子相识多日 感情甚度 我试探着道 得加钱 贤月脸颊泛红 有些不好意思 不 不加钱 我不解 那你要什么 贤月脸更红了 姐姐见了太子 要跟他说 姐姐更喜欢我才行 我 好一个相识多日 感情甚度啊 怎么会在这么奇怪的地方 写的胜负欲啊 而且想想 上次太子质问我的模样 我觉得 说出来这句话之后 先倒霉的人一定是我 但太子的小命要紧 我还是答应了贤月的条件 贤月出发了 我悄悄跟在了贤月的后面 眼睁睁地看着贤月 向着花月阁去了 那不是我最爱去的青楼吗 不对 现在是我进不去的青楼了 为了混进去 我换了一身男装 果然没人认出来我 青楼我常来 最清楚 怎么引起别人的注意 鼓鼓囊囊的荷包一拍上桌 老宝立刻笑容满面 领来了一群姑娘 我还没来得及说我想挑男人 就被其中一个女子吸引 主要是她比旁边的女子高了一个头都不止 实在是太惹眼了 老宝立刻介绍 这是我们新来的福尔姑娘 还是清官人呢 公子真有眼光 我甘笑了两声 又看向别人 立刻就感觉有一道冰冷如刀的眼神射向我 我头皮一码 我又把头扭了回去 福尔姑娘没说话 但眼里却明晃晃地写着 不悬我 你就死定了这几个字 时事物者为俊杰 我从荷包里掏出一块银子 丢给老宝 道 就她吧 老宝欢欢喜喜地拿钱走了 还贴心地给我们关上房门 我俩大眼瞪小眼了半天 最后还是我先开口了 太子殿下 日安 不得不说 太子这一次好好穿了裸裙 还化了淡妆 除了个子高得离谱之外 没有一点违和感 上次她要是也这么穿 柳寒韵肯定不会知难而退 还知道找我 算你有良心 太子殿下的心情看起来很不错 但很快太子殿下就又不高兴了 因为一柄匕首架在了 太子修长的脖梗子上 匕首的主人当然是贤月 我刚重金雇的杀手 太子殿下 你知道吗 姐姐说她最喜欢的是我 贤月一歪头看着我 姐姐 是不是啊 我将硬帝点点头 毕竟答应了人家 说话的算 我已经可以预料到太子的恼怒了 但太子只是眼神变了一瞬 就冷静了下来 他说 你以为这点小伎俩 已经不能激怒我了 和韩芝订婚的人是我 不管怎么样 我才是韩芝的正牌夫君 你顶多就是个姐们逗趣的小玩意 也能和我比 啊 几天没见 太子殿下思想 已经拔高到了 令人高山扬指的地步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正宫的觉悟吗 不对 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 我师徒劝嫁 但还没开口 就被两人同事喝止 我 贤月抬头看我 姐姐 你出钱雇的我 人还杀吗 太子的眼神果然又变了 刘涵芝 你雇他杀我 我赶忙解释 不不不 我就是想找到你 太子反问 也就是说 你为了找我利用了他 我不敢吱声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感觉这辈子读的书都给用上了 终于把贤月红走了 只剩我和太子两人 我问道 现在到处都谣言说 你不是陛下亲生 你既然在京城 怎么不站出来澄清 太子打理着被贤月弄乱的一群 我的确要澄清一下 那不是谣言 我就知道 嗯 嗯 我一时间结巴起来 你什么意思 太子恶狠狠地弯了我一眼 还不是都怪你 不是 这怎么什么都怪我呢 我喝了三大壶茶之后 终于把事情里明白了 当今皇帝是天烟 根本不能人道 每次都会熄了灯 悄悄找人代替他刑访 皇后偶然间得知了此事 却假装不知道 赵就生下了孩子 在临死前 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太子 皇帝知道 太子不是他的儿子 太子也知道 皇帝不是他的亲爹 但皇帝并不知道 太子已经知道了 他不是自己亲子的事 更不知道 太子已经知道了 他是天烟的秘密 所以一直相安无事 问题就出在花月阁上 花月阁是我以前爱来玩的地方 太子为了不让我来玩 盘下了花月阁 可好巧不巧的是 花月阁里竟然有一条 通往皇宫的密道 皇帝当年找的人 便是从这花月阁密道中 进入皇宫 事后再离去 太子盘下了这座花月阁 皇帝担心自己的秘密暴露 就打算先下手围墙 除掉太子 只不过 太子先一步发现了密道 立刻明白了原委 发现局势不对 干脆直接溜了 不愧是和我定亲的男人 和我一样机智 不过这么一说 确实和我有那么一点关系 但说上来哪里不对 我还在思考 太子又说 要不是你 我怎么落到今日这般地步 所以不许你最喜欢别人 你要最喜欢我 可恶 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为了解决太子如今的麻烦 我给了一个提议 我提议从密道溜去皇宫 宰了皇帝 太子表示不太行 他带我去看了密道 密道前半段还算不错 后半段却好像 不是同一个密道一样 到处都是碎石珠网 还有蝙蝠出没 想要走过去 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 显然 我没有 太子也没有 可就在我们打算 退出密道的时候 密道大门轰的一声关上了 我和太子面面相去 我捶了一拳密道大门 顶上碎石散落 我不敢动了 我怕门没吹开 先把自己给埋了 我开始骂柳寒韵 从小到大 只要我遇上麻烦 骂柳寒韵准没错 十之八九是他在暗中搞事 十之一二是他在大摇大摆的搞事 眼见出不去 我干脆也躺平了 躺着躺着 我就真的睡着了 你别说太子的胸口还挺好睡 我梦见了贤月 他说给我带了吃的 醒来发现 贤月真的来送吃的了 他顺着密道大门的缝隙里 塞了许多点心进来 还塞了几根蜡烛 除了不给我们开门 他真的好贴心 我哭死 我和太子从密道里困了三天 最后还是贤月把我们接出来的 出来时 外面改朝换代了 妈爷 我只是被困了三天 又不是三年 咋还跟不上时代了捏 我问贤月 现在谁是皇帝呀 贤月说 你妹 我 好端端的为什么骂人 你还是不是我的小可爱了 贤月解释道 心帝是你妹 柳涵韵 我 让我听这个 你还不如骂我 为什么会是我妹 再不计也应该是我爹吧 我妹如此发达 简直比杀了我还难受 到了皇宫 我不得不承认了这个事实 心帝真是我妹 他正一身明皇 坐在属于皇帝的龙椅上 看见我 柳涵韵大笑三声 柳涵之 惊不惊喜 抢你区区一个太子妃之位 太没追求了 要抢就要抢最大的位置 你知道当皇帝有多爽吗 我不想让我妹 在我面前这么得意 挺气派 给我坐坐 然后不顾我妹的抗议 把她挤下了龙椅 自己坐了上去 柳涵韵生气 谁许你坐我椅子的 我道 坐了怎样 有本事你助我九族 显然 柳涵韵没这个本事 毕竟我的九族 也是她的九族 坐了一会 我嫌弃的站了起来 太硬 我屁股 一点都不舒服 柳涵韵不爽 你懂什么 看柳涵韵如此不爽 我就爽了 我问 咱爹呢 柳涵韵撇撇嘴 跟祖宗请罪呢 和你一样不识货 我白混了个郡王的位置 日子过得更惬意了 无论去哪吃喝玩乐 都不用趁着夜色 偷偷摸摸去了 超爽的好吗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贤月和太子 而不 他已经不是太子了 只是叶成风 两人承认李在府里打架 贤月 叶成风 你现在已经不是太子了 你和姐姐的婚约 自然作废了 谁会成为姐姐的夫婿 还未可知 你在得意些什么 叶成风 你以为你背地里的手段 没人看得出来吗 寒之聪明绝顶 怎么可能 把你这种立场不明的家伙 选为夫婿 人丑就罢了 还没有自知之明 你才丑呢 你丑 你丑 丑八怪 战况愈发激烈 我想要悄悄溜走 两人的眼神 却在这时一起看向我 我头皮一码 姐姐 寒之 你打算让谁成为你的夫婿 可恶 问题怎么还带升级的 不能跟他们纠缠 我两个都骂不过 我硬气地大喊一声 你们俩我都不要 两道危险的眼神 同时落在了我身上 当晚 两人不约而同地 钻了我的被窝 使劲全身解数 我本该去上朝的 自新朝 城里我还一次都没上过朝 但都怪他俩 害我早上没起来床 干脆今天也不去了 叶成风和贤月 一左右躺在我身边 我拉了拉被子 将我们三人盖好 想想这样的日子也不错 迎风弄月 想人间之乐 翻外 我一直以为夺命楼 我还纳闷过 为什么我爹不自己上 而是让我那讨厌的妹妹 坐上皇位 直到贤月问我 姐姐 夺命楼以后要怎么发展 我还傻不愣登地说 夺命楼怎么发展 问我做什么 不应该问你们楼主吗 贤月说 姐姐就是我们楼主啊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可别瞎说 我 不是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们楼主 贤月也很纳闷 前楼主说的 他还说他现在的身份 不方便执掌夺命楼了 所以他把夺命楼楼主的位置 卖给姐姐了 姐姐还出了三百两呢 姐姐自己不知道吗 我 你们前楼主是柳寒韵 不应该是我老爹吗 我老爹柳宗盛 贤月 怎么可能 姐姐 谁家老板抽自家生意的分成啊 我有点生气 也就是说 你是柳寒韵派来的 贤月委屈 姐姐 你不能怪我呀 你不是第一天就知道 我是柳寒韵派来的吗 月儿心里都是姐姐 我沉默 贤月第一天被我抓到时 确实说过 你休想从我嘴里知道 是柳寒韵故我杀你的 但这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可恶 还是好气 柳寒韵还骗了我三百两 今晚我一定要摸进皇宫里 打柳寒韵一顿 一泄心头之恨 翻外 叶成峰提起柳寒韵 就气得不行 他本来已经计划好了 悄悄把老皇帝弄死 自己登上皇位 迎娶美丽的未婚妻 走上人生巅峰 结果柳寒韵给他的未婚妻身边 塞了个勾人的小妖精 把未婚妻迷得不要不要的 他随手盘了一家青楼 也盘了有一段时间了 一直好好的 皇帝突然怀疑他 这其中没人搞鬼 打死他都不信 花月阁里的密道 他谁都没告诉 贤月却能精准地过来投喂吃的 还有密道的门 不是贤月偷偷锁的他名字倒过来写 该死的柳寒韵 不让韩芝打他一顿 难解心头之恨 翻外 我柳寒韵天纵奇才 生而不凡 我人生中最大的污点 就是有柳寒芝这么愚蠢的姐姐 偏偏他还贼能打 为了对付柳寒芝 我骗了我爹的钱 盘了两家产业 一家叫花月阁 一家叫夺命楼 用柳寒芝在花月阁花的银子 养夺命楼的杀手 再叫杀手去杀他 这就叫计划通 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 我发现了花月阁里的密道 顺着密道来到了皇宫 听见了皇帝天烟的秘密 那既然 大家都不是亲生的 那皇位 谁做还有区别吗 我改主意了 抢他的未婚夫 没什么意思 我要抢了皇位 让我愚蠢的姐姐 以后见我都要行礼 可恶 咸悦 叶成风 我记住你们了 你们为了讨好柳寒芝 把火力转嫁到我身上是吧 挑拨柳寒芝来打我梦棍是吧 你们等着 不给你们添几个兄弟热闹热闹 我就不叫柳寒韵 还有我愚蠢的姐姐 我坐拥天下 早晚能找到人 把梦棍打回去 咱们走着瞧 晚安